大家好,我是嘉儀 歡迎收看健康五加一 邁入了高齡化的社會 民眾的平均與命變長了 但是健康的平均與命了 也因為年齡的變長 像是三高、心血管的風險也跟著提高 因此用藥大先 對於患者健保來說都是非常大的負擔 但是學名藥有可能就是轉機哦 今天我們訪問到的是 林口長哥醫院的心臟內科 楚伯賢教授 由教授來跟大家一起分享哦 首先教授先跟大家打個招呼 你好,我是楚伯賢醫師 在林口長哥醫院 教授,想問的是像是在學名藥啊 以及原廠藥啊 它的定義的差別是什麼 原廠藥原則上就是原來開發的藥物 那通常它會有專利的保護 大概會有20年加5 最長到25年的保護 過這個專利期之後 那通常因為各個地方 它就會有這個需求 因為它的本來的藥價一般都比較高 那經過有 學名藥就是由它自己的國家 或有其他國家依照原來的原廠藥 看它的處方、製劑 然後它的劑型 做一樣的這個仿造 那就可以來給用比較低的價格 就是來給民眾 國人對於譬如說 學名藥的不熟悉跟不信任 所以其實也造成原廠藥需求變高 是藥費最高不下 那以主教授自己的觀察來說 其實民眾的認識 你來看大概有清楚嗎 大部分就也要看疾病 就是說我們一般的止痛藥 我們可能隨時都會去買 都不會問說沒有這個什麼原廠不原廠 因為它已經完全過專利期了 是 那可是如果像癌症用藥 可能大家就會很感染 很擔心它會不會有效果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看病的程度 那在心血管 心血管的部分大概也都是七成 原則上都是學名藥 就跟台灣的趨勢一樣 所以我們有必要去 對某一些常用的藥物 我們想確定 它是不是真的有一樣的效果 那副作用是不是也不屬於原來的藥物 那另外在主教授會不會想要問 當時為什麼會想 你選HatePage這件事情 就是延續原來剛剛的問題 我們為什麼要同樣的藥物要去比較 而且一定要是同技型的藥物 因為有些藥物它可能有不同的技型 雖然同一個名字 那我們一定要用同一個技型的 然後同一個方式自技的去比較 那才知道說它的效果會不會是一樣 所以我們要選的一定要所謂的Hate to Hate 騎頭式的去比較 原廠藥跟學民藥 它效果是不是也是一樣 而且其實主教授在國際期盤上 也是發表了臨床的試驗結果 是非常的精神 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你對於這個試驗結果的感想是什麼 對我們兩個有兩個藥 一個是高血壓的藥 那個是拜爾公司全世界它都下架 那我們台灣還有整個全世界 其實還需要這個藥物 所以我們想確定這個藥物 對於尤其對孕婦啊 或者生產之後 他給這個藥對寶寶是不是安全 所以我們不得不做這樣子的研究 因為如果全世界都下架 台灣的這個藥物不夠安全 我們也不敢讓病人使用 因為其他高血壓有很多種 但是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藥 所以我們第一個藥是做了一個高血壓藥 第二個藥就是因為 誠如您剛剛提到的 這個經過心肌梗塞以後 它有抗血栓的藥物 它有70%都是學民藥 那病人常常問說 那我吃這個藥 到底以後還會不會塞住 所以我們不得也是一樣 因為病人的需要 所以我們需要做一個研究 去確定說這個藥物是不是真的有效 這個試驗呢 其實對於民眾還有對於醫生來說 你覺得象徵你的意義是什麼 它不只象徵 它還有實質的 就是證明這個台灣的 有被監控的 然後自己能夠品質不斷改善的學民藥 它的這個能力 應該是可以達到原廠藥的水準 所以我們希望它不僅在台灣 能夠說服台灣的人民 原來就在使用的 甚至於我們未來是不是有機會出口 因為像目前我們也有40% 30%左右有藥物出口的機會 那我們也可以服務更多的病毒 其實在同樣的效果的情況之下 進行了真實的醫療研究 那也讓民眾跟醫生有更多的選擇 也希望可以降低民眾 即在高齡化社會還有醫療產業 健保的孰帶 那當然也希望透過這個論壇 也跟主教授一起協助 可以推廣我們的醫療產業吧 謝謝大家